APEC峰會開幕的當天 香港支聯會等四個民間團體遊行到了中聯辦 要求中共當局停止打壓聲援香港戰中運動的大陸人士 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就表示 既然在APEC開幕日發起遊行 是希望與會的各國領導人都能關注中國的人權問題 以及獨立中文筆會等四個團體的十多名成員 撐著黃色雨傘 喊著口號 舉著謝謝國內朋友等標語 從唏噓警署遊行到中聯辦 抗議中共當局打壓聲援香港雨傘運動的大陸人士 香港雨傘運動令中共如臨大敵 除了不斷封鎖消息抹黑外 對於敢於發出異議 支持雨傘運動的大陸人士 更以尋釁滋事為名 傳喚甚至拘捕 打壓範圍遍佈北京、廣東、山東、安徽、上海、江西、重慶 江蘇、湖北等全國各地 尤其現在APEX在北京開會 我們初期到來北京的其他國家的政府首長要向中國政府表達 要求包括中國也是履行他的國際義務尊重人權 很多人被捕到現在還沒有見到既律師、見到家人 就是用一種黑社會的辦法來實行他們所謂的法制 我想這個非常值得譴責 這些人沒有任何的錯 他們只是一種言論的表達而已 除了在大陸公開聲援外 還有民眾親赴香港雨傘運動現場表示支持 首峰所表示 今天在香港發生的一切 讓生活在共產暴政下的大陸民眾很震撼 也讓中共當局相當驚慌 據瞭解 早在10月7號就有大陸民眾發起網絡連署活動 抗議中共當局大肆抓捕聲援香港戰中運動人士